先为止呢 山东这边已经四名球员得分上双了 哈德森和梅斯不用多说 哈德森已经拿下了25分10个助攻 梅斯是15分五篮板 王如恒是得到了12分 李静宇也是拿到了12分 上来第一攻就是给到了哈德森 然后呢哈德森急停的争距离出手 造成了对方的犯规 那么山东在上一场比赛 终于是结束了自己的连败 陶汉林给单挡了掩护 这球啊3加1的进球 但是今天陶汉林更多是拉出来啊 给哈德森也好啊 给这个李静宇也好 做的单挡掩护 掩护质量都很高 这边又是借助陶汉林的掩护 三分打进了 这就是山东在今天比赛中拿出 面对哈达迪的策略啊 不停地使用陶汉林上来给做单挡掩护 第一是陶汉林掩护质量很高 第二是哈达迪根本不会出来协防 强规的威胁把球给捡回来 转换的进攻得分 每次抢断之后 哈德森送助攻 毛鲁鹏得分 带回来之后 于是在传球啊 还没有自己真的来攻一下 这球给到陶汉林 中距离怎么样 好球 陶汉林在中距离的两次进攻都打中了 差不多是这频率 不由外线 王守恒这个侧面打板的三分球 又是造成了三分犯规 这是山东队今天第二个三加一了 而且王守恒在今天的比赛手感不错 都是打在前块上 张辉外线的三分 忽有连续的三分命中 山东在外线的进攻打开了 而且这一球是快攻转换的底角三分 让童汐没有办法招架 这样童汐即便在第二季比赛上了双外援 而分叉又被拉开了 看见童汐叫了暂停 看看这一球怎么来攻 杨借助哈达迪的掩护回传球 这一球给的可是太偏了 哈达迪最后把球给救 但是救到了对方手里 暂停两分到手 这样一来呢 又给到山东队多一次的进攻机会 哈德森 自己第一找王守恒 再来一三分怎么样 哦 又还进啊 个人的第三季三分球 完全打开了全队的进攻状态 哈德森外线的三分球再一次出手 总算是打进 在刚才这段时间里 哈德森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串联球队 自己在三分线外出手了两个啊 不过呢 这一截手感不太准 对于同心来说 下了哈达迪之后 这后场篮板啊 现在成问题了 哈德森 全靠亚布塞来 在内线去补 继续来罚球 罚球方面 山东今天的命中率也不错 哦呦 哈德森 正面一对一的抢断 转换进攻 单手托局把球放进篮框 正面是卢伟防 但是卢伟这个防守啊 能力稍微差一些 登档之后 基地球 陶汉林 再来中距离 哎呦 神了啊 陶汉林今天都百发百中 陶汉林给哈德森继续做担档 外线三分球再有 哎呀 老哈德森 这场比赛可是投个痛快 还顶着陶汉林往内线去杀 梅斯上了协防 这球又抢断了 梅斯啊 今天手跟钳子一样啊 拳都能把球断下来 转换进攻 又是两针到手 哎呦 梅斯今天攻防一体 明显加强了自己的个人进攻 在上半场比赛呢 面对着山东 至少是两个球员的加击防守 杨表现得比较失常啊 而哈德森在外线打一扬扫爆 也是三分球进战 黄之后 哈德森上来补防 把这球直接干扰下来 哈德森人球分过 过了自己的队友 转换进攻 两分轻松到手 转换进攻 听球上没有好的进攻空间 再做内切的配合 好球 陶汉林和哈德森的连线 这是陶汉林在高位送出的侧应啊 而且是这个运着球的单手甩球 这球传球的效果非常好 看上去是一个侧面的机位 出现了这个镜头分裂 比较 将山东再把三分投中 黄之羽打进这三分 逼迫童汐继续叫下暂停 童汐在下半场比赛 还是始终没有办法 去解决山东的进攻 这一届比赛 山东继续延续了 上半场出色的火手感 所有拳员全部有贡献 配合 再来看这球 给担档之后 哈德森再来中距离出手 好球啊 哈德森啊 今天就是 这个在 陶汉林的身后就贴福了 来追追分 急停中距离 也不中 前场的快攻球 这球给的相当漂亮啊 最后这是干扰球了 哈德森 这表现是要奔三胸去啊 这个长船给的真漂亮 哈德森 正面的突破 一个节奏变化 直接骗过了乔宏汉的防守 王主鹏 外线再来三分 今天是 今天是真正的王可比 呃 外线 约四五扬 正面去突破贾成 这一球贾成把球防下来 紧急而是宋建华的犯规 那么上桃林之后 还是获得了正面的效果 哈德森造成犯规 哈德森到目前为止 已经上场了37分钟了 虽然说约四五扬已经上了42分钟了 整个就没怎么歇过 但是 哈德森这边毕竟是领先着30多分的球队 一直是让他打了37分钟 今天也拿到了33分 七个篮板 十二助攻 是